好,来,再来呢,我告诉大家,这一张图,我们要请我们的副司令,张副司令,一张图让你看懂台海的兵凶战危,这真的不是我们让大家很紧张,事实上就很紧张,而我们说飞弹,导弹飞越台湾的上空,虽然说可能越过卡门线,但是呢,国防部没有告诉我们,是被日本爆出来之后, 才被拿出来讨论,所以呢,这一次,这个好像军舰绕到家门口了,国防部不敢再不告诉我们了,还特别制作梗图,就怕我们看不到,但是我们很怕,抗中保台会不会,国军弟兄绝对是辛苦的,这点无庸置疑,只是呢,上面还有长官啊,长官的命令更重要吧,蔡英文的指导旗,他要怎么下很重要啊, 对,国军官民弟兄非常辛苦,这几天,从那个7月底,不是光是8月,我认为7月底,他们就一直非常的,从财经时报的Financial Times,在7月18号就公告,7月19号的时候,各媒体就出来了,那我们知道,那个国军就开始动员了,在这一方面,所以国军弟兄,你看看,将近快一个月, 将近快一个月,你看国军这些弟兄一直在那边,高压力,高脏度,高负荷的状况之下,你看看他辛苦不辛苦,尤其基层,越基层越辛苦,我认为可以知道,因为我们也是基层过来的,那我们可以知道,共军呢,他整个动态,我们可以知道,第一个,他是先发射飞弹,到这个区块,其中有四枚,通过台湾的,这个,我们叫北台湾,台北市,上空通过,落到这个,这个区块, 那他知道,以后将来都对台用兵,导弹局是,绝对第一波,重要的,军事部位要做摧毁,雷达战也好,重要的港口也好,作战的指挥中心, 甚至机场,还有甚至的防空飞弹阵地,这重要的,他会做摧毁,是靠什么摧毁,靠火箭炮跟导弹,是,所以看第一波先做这一个,先打,在12点钟开始,先打你会做反制的,都先毁掉,对,到3点20分的时候,就已经,第一波会打完,4点钟又有一波出来,可以知道,非常清楚,那我们可以看,这是三天当中,你看,这个围台军演,因为这一共,这个七个演习区块,后来他增加了一个在这个地方,是,这七个演习区块, 非常的清楚,尤其是海峡中线,海峡中线,我们知道,你看这三天,一百多架次,你22架次,68架次,20架次公里,都在这个,都已经到中线里,那换句话说,将来没有战略中线,这是不是史上第一次,第一次,摆驾,军机,你三天摆驾就过来,那没有过来的不止了,你没有过中线的,还在这边,中午大陆直接一口气告诉你,我摆驾要飞来就飞来,这是川中线,没有川中线还有,但是没有公告,因为他没有川中线, 所以我们不知道没有川中线的,还有多少军机演习,那是,绝对超过,这个一百多架次,是过中线,川中线的,那这以后变成长,西南空域防御变少了,整个移到海峡中线,所以海峡中线是首当其冲,因为这个地方最窄嘛,我们知道,那将来没有战略中身之后,你没有战略中身就没有战略预警,你没有战略预警,你的时间又非常紧迫,因为你众生越多,你会有预警嘛,这个时间,空间就是预警嘛,你现在到我,以前是当解放军, 已经越过海峡中线,我们开始紧张,现在没有了,他演习就已经越过了,我们也没有反制,最早的时候,以前出海,我们就开始预警了,你看这个,这个时间上,是不是非常聪明,你就拿超音速来飞,那对不起,你最少还有八分钟,我们可以从容不出,而且你不超音速,那我们时间更多,十几分钟,那现在已经到我们的,这个空域过来了,那是不是,会造成,这个战略预警的时间就没有了,那这样的话,你张度是不是一直增加,好,那还包括了,就是,这个军舰,军舰, 军舰在这个海峡,在这个海域,在这个海域做活动,这个是,蓝色这个区块,就是我们的海域,这是我们的连接线,白色线,这个就是我们的,我们讲的,我们的海域,就是我们的领海,你看到我们的,到我们的海域,到我们领海过来,所以在中部这个区块,是非常的紧张,他也不把你的领海当做一回事了,对,对,已经,他已经进来了嘛,他画眼睛区块都已经画到领海,你看这个蓝色的,他画进来了, 你这个地方,他也画到领海里面了,你这个,这个演习区,也画到领海,蓝色就是领海,蓝色就是领海,进来了,他演习区就画在领海上面了,然后另外一个就是,我们在,高雄的西南外海,中共的长春号的驱逐舰,跟国军的成功军舰,我们当然要去,要去拦截他嘛,就在这个,这个,高雄外海这个地方,拦截他,不然他进来,挤进你的,高雄跟屏东,你不是就过来了, 所以很清楚,这是,这南部跟海峡中线,解放军是不是也在测,我靠夺境的时候,你会来,他来到我面前,对,他在做,那你会跟我离夺境,他也在做,试水温,他也在测试,试水温,他要试水温之后,我认为,刚开始的时候,我认为,解放军的,这个,信心也是不够的,他来试,在探知,但是问题是,我们竟然, 让他进来试啦,跟我,跟他所,他会认为,跟他所预期的,没有那么紧张,没有那么的,压力没那么大嘛,一直抵进,你从花莲这个奇怪来看,花莲就是,他的南京的军舰,马鞍山的军舰过来了,你看那个照片就在这个地方,是,在领海,你看,距离最近,那为什么我们的国军没有在他进入领海之前,他一直要进来嘛,你怎么办,你只能退啊,因为我刚刚讲过,他以战略让步,避免战略误判,是, 避免擦枪走火,好,那你只能退,一直退,你就不会打起来啊,就跟我们所讲到的,外岛为什么有三架无人机找金门,金门在这个区块,我们这个拉过来,金门在这边,这是金门,为什么会把它击落,一击落不是,好像就有点失败,好,那你就让步,你让步之后,变成他青门踏步,他得寸进尺,他试水温之后,变成温水煮青蛙,你的警觉心,你的防卫心是不是下降了,这样很可怕,我们的底线,在哪里, 被他没清楚了嘛,对,没有,你就没有,你没有底线了嘛,你没有底线,你没有战略空间,没有战略预警时间,你就没有缓冲,没有缓冲的话,你看我们现在,是不是整个被,那个,整个变成共军,所以团团包围住了,你发现,你这样的,回旋的空间就没有了嘛,这个非常的清楚,好,那这些照片,那我们看雷根号跑哪里,雷根号现在在日本的,日本的,这个四国南边,对,他好像要,他要一个回旋,想要过来,现在转过来,像这个, 西南方向,现在西南方向,对着台湾过来,但是还有一段时间,因为航空母舰,他的速度,大概保持,经常保持15海里,因为他下面有一个,核动力的攻击潜舰在,前面都,水下扫荡,所以他动作不能太快,因为他,毕竟潜舰,哎,出来了,他从那边过来,因为裴洛西来的时候,对不对,8月一直过来嘛,他一开始演习的时候在这个地方,避开,然后8月5号,6号回来了,那我们最紧张的时候,然后雷根号就跑了,对,他那个时候是因为裴洛西, 刚刚离开,他要陪了裴洛西,他要一个半户,一个借户,过去,但是问题是,8月5号这个时候,在演习当中,他也要避开敏感的时间,他们,美国跟中国之间,有没有相当的默契,没有人知道,他们有没有, 事实上的互通讯息,这个时候我先让开,让你好好的演习,我不要去干扰你,也为了你的,为了我的安全,也为了不干扰你这个演习,也有这方面,他们默契如何,没有人知道,也不会公告出来,但是现在演习完毕了,他就过来了,往这个西南的方向过来,他们的国防部长有讲说,要经过台湾海峡的水域嘛,那至于后面怎么样,我认为这值得观察,所以我们要接下来观察, 看看雷根号,会不会像,对,他会不会穿,当年,96年台海危机,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,来了两艘航空母舰嘛,当时的航空母舰,独立号航空母舰,你还记得吗,他当时怎么穿越,独立号航空母舰跟,我们讲到的,另外一艘航,美利舰号航空母舰,来了两个航母打击群,在台海,估计之后,但是,这个台湾海峡水域,不适合航空母舰航行,因为,它的水域太窄,航空母舰的换围要大,它旁边,前面有这个军舰在扫荡, 旁边有军舰的侧位,后面还有一个断后,很清楚,还有一个,油弹综合补击,在旁边做补击,因为航空母舰要补击,这些船舰也要补击,那水下有,一到三艘,我们讲到的,核子动力供应潜舰,在水下扫荡,不然,你水下有,有潜舰攻击,它的,它的这个,舰队怎么办,水下在前面扫荡,它是这个样子,它大概七艘到八艘,有打击群这样出来,以现在美中的关系,跟现在紧张的氛围,还有这一次大陆的演习,你觉得雷根号, 有可能再一次的穿越海峡,它会靠近,至于会不会穿越,我认为要去观察,因为,对航母打击群来讲,台湾海峡不是适合它作战的水域,因为两边都会对它做,都可以,我们讲到,对它做攻击,因为现在的,地对舰的飞弹,这个射程都非常远,有事没事就200公里,那如果挂在飞机上面的话,可以打300公里,那这样的话,对它,台湾海峡, 最短的这个水域,从新竹到平潭,只有125公里,是相当窄,你看航母舰适不适合,是不适合,那它会在海峡东侧,我认为海峡东侧的几率,占60%,然后到海湾海峡来的,我认为不到40%,不到一半,最大可能是在海峡东侧,因为这个回旋的空间大,敏感度低,而且它比较能够弹性运用,如果是过来这边,因为它今年只有一艘,当年是两艘, 包含独立号跟美利坚号,那现在只有一艘,那一艘,你就要,这个弹性的空间是不是比较少,我只有这个筹码,那可能放在比较安全的地方,你要做一个合理的推估,才会,哦,它六成会在这个地方,四成会在台湾海峡,哦,大概就会知道,然后,这个地方又是菲律宾海,这个地方非常重生,而且,我们知道,距离这个地方,在台湾东侧,还有关岛,关岛是它的一个,一个 后卫,在这个地方,这是第二岛链,那它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,回旋空间是不是比较大,同时它还有两个,这样准航母,就是两栖作战突击舰,就是,我们有讲到的,就是,那个,美利坚,美利坚号,它四万五千公顿,另外一个,迪迪波里,迪迪波里,这个图示没有,那个迪迪波里,也是两栖作战突击舰,也是四万五千公顿, 这时候,盾围都很大,你看看那个,印度的航空母舰,也只不过四万顿,它四万五千公顿,它不叫,但是解放军也出动了055大区,大区,对,大区的,它平常的时候,它就是一万三千公顿,万顿大区,为什么,它满载就是一万三千公顿,已经到,飞弹巡洋舰了,因为,我们知道,在乌克兰战争,俄罗斯的那个,在黑海的那个旗舰,叫莫斯科号,它叫做飞弹巡洋舰,它才一万两千,它从而满载,才一万两千公顿, 但是,这个中共叫驱逐舰,它就在一万三千公顿,比它的巡洋舰还大,巡洋舰是仅次于航空母舰的作战舰,你看,它叫万顿大区,它其实,已经具有巡洋舰的这种资格,按照顿位来看,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个状况之下,现在这三天结束了,三天结束了,8月7号12点钟结束了,但是问题是后续,继续,演习继续,当然它在这个,我们叫黄海还不爱,有演习, 解放区说,它在东部战区,台海周边的演习,我刚才一开始节目提到的,它说继续的,意思是,对,继续在这边做军事上的活动,对不对,它不会做,它可能没有,因为它没发,它没有发这演习,它不会打导弹,但是它的军舰跟飞机出没,无人机也会过来,我们就抓不到它要从哪里出现,它就在台湾海峡,四边,我的意思是,还是一样在演习区吗,不在演习区,就已经没有所谓的演习区,在我们, 我们的海域了,就是在台湾周边,活动出没,出现,对,海峡中线以东靠近台湾,然后花东也有,然后在高坪外海,也有,我们围到你,完蛋,全岛都变成打卡点,对,它就这样子,为什么,这样在哪里打,兵在哪里练,它现在在台湾周边海域练兵,它是来练兵,我不演习,我是军事行动,我来军事练兵,它练兵在哪里,在台海周边海域啊,所以我才会讲,我们的战略众生被压缩,战略意义时间就失去, 这样的话,对我们的防卫,对我们的台湾防卫周边海域,是很大的考验,那国军冠军弟兄是最辛苦的了,他以后,天天绷紧神经的,因为,随时过来,那你又出人物,当然要嘛,你如果不出动,他会如如无人之尽,一直抵近,你刚才,你看看他这张照片,这张照片,对,这张照片,后面这个地方,这个也是,后面是,我们知道,那个山脉, 很清楚,对不对,还有个烟囱,对不对,很近嘛,为什么,你这个,我是我们的军舰不出来,那靠更近,那你一定要抵近,你就挡到他,你挡到他,不让他进来,然后他又要碰撞什么,那我稍微退一点,实际上不要插枪走火,是,你如果插枪走火,两个不是打起来,那么近,而且现在火力双方都是很旺的,他们有反戒飞弹,我们也有反戒飞弹,他的那个炮,那个五寸炮, 我们也有五寸炮啊,都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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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准定位的,是,那这样子那么近,那大家,大家醒来就这样子,我们一定要抵近这样子,挡住他,不要让他进来,我们就算挡住他,他也跑到我们12公里了,12公里,我们领海是22公里,12海里是22,已经在我们领海了嘛,我们无人无数,所以这些,这些海军官兵弟兄,他出去不是一天两天耶,他出去一个礼拜,两个礼拜站在海上耶,海上有时候海上不好,那个船是颠到那边,人都会吐到, 吐得七分八素耶,不是那么简单,有时候还有那个情况,那尤其第一期啊,热带气旋起来的时候,那个船舰都是这样子上下颠,人都还会弹起来,海军官兵弟兄也是非常辛苦耶,所以这一次其实解放军,也在练他们的海军呢,也在练,他讲,站在那里练,他就在这边出没,以后常态性出没,他以后也不要在那边练了,也不要在东海练了,也不要在南海练了,通通到台海来练,那我们压力不是更大,而且如果我们不再动员,那我们的新防卫 为什么,破窗效应,温水煮青蛙,我们年轻人可能会习以为常,这个无所谓,那哪一天的话,木马土城,这已经故事是有的嘛,大家习惯了木马土,这个木马不当回事,这个真的来了,狼真的来了,狼真的来了,猝不及防,那我们怎么办,所以我们要考量到,利弊得失,我们的风险,我们面对的风险是什么,风险之后的结果又是什么,我认为我们都要去精算,反正兵法上有这样,为战而妙算,甚至于是这样, 不胜者得胜多也,用算不胜者,得胜少也,多算胜,少算不胜,所以一定要多算,感谢我们的张远廷副司令,真的是这一张图哦,我们刚刚副司令帮我们解释得很清楚,直接解放军的态度也很明显的,叫做什么,仗在哪里打,兵在哪里练,直接台海周边练,哪里是前线,全台都是前线了,我要请教我们的大使,以这样来看啦,我跟你说, 还不用擦枪走火,光是军舰一直来,解放军机一直来,投资人就跑光了 希望最近我们要点一下名啊,看我们这个政府的官员是不是都还在啦,可能找到他,最近很多政府官员过去很喜欢讲话的啊什么啊,最近都没有声音,我觉得我们应该点一点名,对,因为这种时候,这个很敏感的时候要点名, 就每天早点名,晚点名,这样子比较好,那还有就是说,我是比较呼吁啦,这个,因为,因为大陆是讲说,他们来是要为台独而来啦,要来打台独嘛,要来打美国嘛,那我觉得,主张台独应该要先站出来啊,对不对,他们这么这么,他们主张台独应该要站出来啊,那如果不站出来的话,然后要别人站出来嘛,对不对, 那是对他们而来的啊,针对他们而来的啊,他们要站出来啊,那像我们 有一位立法院长姓游的,他常常说,我们的飞弹可以打一千两百公里耶,可以打到北京耶,他不是很勇吗,那他应该跟 蔡英文去反映啊,说蔡英文,请你把头从沙子里面给我拔出来,对不对,我们这样没有战略众生啊,那蔡英文,那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啊,对不对,那有人说,哎呀,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前面一代两代都更怎么样,更爱台湾,更能为台湾打,那请你把你们自己小孩先调回来, 嗯哼,你小孩在哪里嘛,查一下,查一下,你不能老是要打仗的时候就叫别人上阵啊,你知道战争以前有一句俗语,你在讲什么,战争,一个外国,一个 经常这晚上啦,睡不着觉啦,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,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,茶氨酸来调节情绪,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,现在下定的话,记得打上我的这个,折扣码CTI71 第一期,若于帮你来打折